你可能会觉得腾讯的游戏一路以来都非常火 而且玩家的课金数额也非常高 单靠游戏产业一年就能赚到上千亿 被誉为中国游戏产业的第一巨头 怎么看都像赢家 但不知道各位玩家有没有想过 腾讯出品的游戏真的有那么好吗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Nero 腾讯在近几年来的动静可以说是非常大 先后收购还有入资不少游戏大公司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基本上都通吃 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垄断整个游戏市场 腾讯本来就是一家常年稳作中国游戏产业龙头的科技公司 会这么做当然是因为身边的威胁性越来越大了 他不想输 所以就以阻断其他公司在游戏产业的发展去路为主要目标 只要他觉得具有威胁性的 都会二话不说收购回来 当然看中非常有潜力的公司也是如此 那既然有那么庞大的资金 也收购了那么多家游戏工作室 为什么腾讯就不能再推出一款突破性的游戏 霸占整个市场就好了呢 难道这样不是更直接明了吗 也能证明自己在游戏产业的地位 难道是因为近期有潜力的开发团队太多 游戏也做得非常棒 因此腾讯没有还手之力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为什么腾讯出品的游戏会输给其他游戏公司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腾讯作为中国游戏圈子的老大 已经非常多年了 根据数据分析 腾讯旗下的王者荣耀在过去的表现都非常亮眼 前段时间还连续四个月拿下全世界最赚钱手游的第一名 然而到了7月份的时候 这项记录就被打断了 但那款游戏依旧是属于腾讯旗下的PUBG Mobile 在整个7月份里 PUBG Mobile的月收入就达到了接近3亿美金 超越了王者的2亿3千美金 单凭这两款游戏就足以让马化腾的口袋装好装满了 同时也代表着腾讯在手游市场的地位 虽然好像非常厉害的样子 但大家要知道 在那么大笔的课金数额里头 其中中国自己就占了一大部分 就比如说上两个月的PUBG Mobile 在那3亿美金中就有68%以上都是中国玩家奉献的 剩余的就来自于海外玩家 由于PUBG在世界各地都非常出名 所以海外玩家能占据那么多都算好了 现在我们换去腾讯最吸睛的手游王者荣耀 由于MOBA游戏的市场非常广泛 加上王者都比较偏向于中国游戏圈 所以在这款游戏中 课金的有接近90%以上都是中国玩家 剩余的那不到10%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玩家 那么多国家加在一起就紧张那么一点点 其实这就间接说明了一件事 腾讯自研的游戏只有中国市场 并不是说腾讯在国外发展不了 而是腾讯会有现今这个地位 全都要归功于中国玩家 其实也有不少中国以外的玩家在玩腾讯的游戏 就比如说王者还有PUBG Mobile 这两款游戏在马来西亚就非常受欢迎 腾讯自己也有很努力的在进攻海外市场 也推出过海外版的王者传说对决等游戏 但相较之下推出海外市场的游戏 成绩就没有那么好了 甚至在某些地区还不敌其他同样也是来自中国的游戏 其实腾讯会有那么大批的中国玩家群 原因也很简单 腾讯作为一家互联网出身的公司 具备着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QQ还有微信 自然而然在人脉关系上的表现就非常出色 并且藉由这些流量提升自家游戏的知名度 在中国如果你没有玩过王者吃鸡的应该都会被人喷过时 而且有不少综艺节目或者连续剧有在和王者荣耀合作 就因为这样的大幅度宣传才会引起这股潮流 那当然这些事也只发生在中国 如果是以海外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他同样也是来自中国的手游可能就会比腾讯发展得更好了 甚至已经超越腾讯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米哈游的原神 这款游戏在刚推出的时候 甚至到了现今都非常多争议 但同时又有着非常多喜欢这款游戏的玩家 原神只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 就从玩家的手上赚到了10亿美金 比之前风靡一时的Pokemon GO还要快上3个月 这项成就就连腾讯也办不了 而且玩家们要知道 虽然原神也是一款来自中国的游戏 主要的课金玩家也是来自于中国 但却只占了大约三成 在日本还有美国都非常受欢迎 尤其是日本玩家 他们的课金数额非常接近中国玩家 甚至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还成功超越了PUBG Mobile 成为下载次数最多并且最吸睛的热门游戏 那由此可见 如果想要打败腾讯 当然就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罢了 毕竟那是人家的主场 厂商可以尝试把主要目标放在海外手游市场 以此阻断腾讯在海外市场的发展 当然想要尝试阻止腾讯也不是什么明智的事 毕竟人家资金多 除非你非常了解玩家们的胃口 知道他们喜欢什么类型 什么玩法 什么画风 什么妹子 什么萝莉 这些通通都非常重要 然而原神这款游戏就完美符合了玩家们的胃口 能让原神会那么成功的主要元素 就是非常精致的二次元设计 而腾讯缺的也正巧是这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人都开始痴迷二次元 喜欢看动漫的人数也在逐年增长 这就导致拥有二次元的游戏会更受玩家们欢迎 有看过玩家机密之前的米还有介绍影片都知道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制作二次元 不管是现今的原神还是力作的崩坏系列 又或者是来自阴角网络的明日方舟 网易早期的阴阳师等等 这些全部都具有非常深厚的二次元元素 同时也非常吸睛 看来想要赚钱找我们这些宅男保证你赚的口袋满满的 另外我在这里也要和大家谈到崛起的非常快的公司 字节跳动 这是一家互联网技术公司 也是抖音还有TikTok的创办者 在现今这个时代 小视频已经成了主流 本来这就足以对腾讯造成威胁性了 但在前段时间字节跳动就宣布将进军游戏市场 而且还以40亿美金的天价收购木桐科技 这家公司正好就是王者荣耀海外市场的死对头 无尽对决的发行商 值得一提的是 木桐科技旗下的放置少女 也是一款在日本非常活的二次元游戏 显然这就是准备要和腾讯来决一死战 那腾讯看了这个现象 当然也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二次元游戏上 毕竟腾讯现今最缺的 就是一款现象级的二次元游戏 所以从今年年头开始至今 腾讯至少都投资了10家以上 专门开发二次元游戏的团队 其中就包括少女前线的开发商 散报网路 少女前线这个系列 作为中国最早期的二次元代表作 受到了不少喜欢二次元的玩家青睐 虽然这个系列已经有5年了 但却有着非常多忠实粉丝 也推出过非常多续作 腾讯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游戏IP呢 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腾讯也推出了全新以二次元为主的手游 白夜极光 虽然上线至今还未有什么突破性的成绩 但二次元始终是二次元 在日本还有韩国区域的排行榜 都拿过不错的成绩 据说这款手游的开发预算达到了9位数 究竟值不值得 那是要看这款游戏未来会发展成怎么样了 日本作为游戏大国之一 在游戏产业的发展上也不容小觑 基本上掌握了二次元 就相等于掌握了日本游戏市场 为了能继续站稳游戏剧头的地位 看来腾讯还是在二次元这一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但他输就输在太迟去深入了解二次元的市场 其实说到腾讯游戏 不少玩家都会马上联想到一些对腾讯的刻板印象 就比如说腾讯只会抄袭 旗下最红的游戏都不是原创的 被腾讯收购的游戏公司只能等死之类的话 这些都不只是我说说而已哦 就连新浪的CEO也曾公开批评 马化腾就是业界里的抄袭大王 从早期的QQ飞车 QQ炫武 CF 到现今的王者和吃鸡 到底有没有抄袭就看你自己怎么看待 但不是首创这件事基本上已经成了事实 而腾讯却还因此风生水起 直接把业界的人看红了眼 所以主要玩家们看的某款游戏是属于腾讯旗下的 对那款游戏的兴趣就会先直接减半 因为一个只会跟风制作游戏的公司 所推出的游戏当然也不会创新到哪里去 而且也因之前游戏所犯下的错 让腾讯的名字刻上了课金两个大大的字眼 总的来说 一家公司给人们带来的刻板印象真的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推出的宝可梦大集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在游戏公开的时候 一大堆玩家直接骂翻 并不是因为游戏不好 而是对腾讯所产生的偏见造成的 当然会造成这样的偏见 游戏品质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直到如今 腾讯还是未能拿出什么非常出众的独家3A大作 即便自己拥有非常大笔资金 在自言游戏方面却明显逊色 当然未来突然间推出了一款一鸣惊人的大作也说不定 但以现今的情况来说 玩家们早已对腾讯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其实这也说得过去 毕竟腾讯本质上是一家国际控股互联网公司 游戏也只是旗下事业中的一部分 在自创能力上肯定会明显输给其他游戏公司 所以腾讯能做的也就把自己的大量资金 投资给大大小小有潜力的游戏开发团队 试图垄断整个游戏市场 毕竟看着人家发大财比自己亏钱还难受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基本上腾讯游戏主要就输在二次元还有国际市场 但相信不久之后 以腾讯的超能力应该很快就能弥补回之前的不足 那么玩家们对此有什么看法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喜欢影片的也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就是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是Nero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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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